南投县新一乡坐落于中央山脉和玉山山脉 为台湾面积第二大的乡镇 周年气候温和凉爽 自然景观惊艳宜人 物产丰饶不息 在此不仅可以欣赏瀑布与群山交织而成的动人山水风貌 还能见到布农族、舟族等原住民聚落特色 南投县新一乡坐落于中央山脉和玉山山脉 圣诞节为新一乡年度重点节日 所举办的圣诞节活动更是一大压求庆典 不仅为当地原乡居民引颈期待的大日子 也深深地吸引了无数喜爱体验原乡气氛的民众前来共襄盛举 在今年庆祝活动中 除圣诞夜活动当日照常庆祝外 乡长、史强还特别规划提前一周的礼拜六 于新一乡罗纳村举办玉山圣诞音乐节 期望让游客更多元体验原乡圣诞活动的热情与魅力 为什么今年第一次办是在迪早一个礼拜半呢 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一直认为因为圣诞节在布农组来讲 是我们的过年 那我也一直认为过年的话 一般都是要一个礼拜 那我说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把它拉长 这种一个第三个礼拜的六直到二十四号的晚上 为了呈现出原乡部落最美丽的人文风情 活动以四大主题呈现 分别为草地音乐会 圣诞祈福点灯 摇滚乐音派对 以及部落市集 特别邀请到欧风女郎叶爱玲 原住民金曲歌王王洪恩等众多歌手 搭配上当地学校教会合唱团的美妙天籁 让现场民众在玉山脚下热情风摇滚 像我们今年的音乐节活动 除了我们在地的歌手乐团之外 我们也请了我们在地的学校的合唱团 还有教会的合唱团 另外我们又加码 邀请台湾蛮有名的歌手 像叶爱玲 还有一些热舞的团队 让所有的观众 游客都可以到我们罗纳这个地区来 在早地上听这样非常完美的一个音乐会 最重要的点灯仪式 则由各长官拉开礼物惊喜 看着一颗颗白色的气球升上天空 点亮了星空 周围二十余座精神的部落市集摊位 让民众感受当地原住民的风味餐料理 以及在地农特产 更加沉浸在热闹的圣诞音乐节活动中 这边的活动很好玩 又有很多音乐 三下的音乐 玉山音乐节很好 听起来就很棒 所以提早就有规划来这边了 觉得就是还蛮幸运的 就是在这 比较偏向地区 还是有那个就是 算蛮盛大的活动 这次的活动我觉得 很棒 因为让我们一些老一辈的 还有一些比较 很少出去外面看外面的世界的 我觉得对我们原住民 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们原住民跟汉人 又有更进一步的接触 因为我们部落跟汉人 很少有这种活动跟这种机会 在圣诞夜当天 信义香用最传统的宗教仪式来进行 民众兴高采烈的拿着火把抱加音 搭配上神圣庄严的弥撒 以及诗歌礼赞 将传统的宗教文化带给民众 也照亮了信义香 让民众度过一个最美好的圣诞夜晚 其实在这附近的几个部落 他们对于当地的文化的一个努力 其实这几年都做得很棒 尤其利用这样子的一些节庆的活动 把他们的观光 然后当地的一些农产 可以推广出去 让大家更认识他们 我觉得非常的棒 除了我们这个圣诞节的节庆活动之外 我们有东部的温泉 还有梅花 风贵头的梅花 还有找平头的樱花季 还有最主要是说 我们还有新开发的平赖流离光 园区的吊桥 所以最主要是我们还有益山 守水溪 双农瀑布 最主要是我们这里的农产品 葡萄 茶叶 都是非常 在台湾来讲非常有名 优质最好的农产品了 就是欢迎我们所有的各地的朋友 看见幸福温暖新宜乡 享受好山好水的乐活人生 在过年时期 新宜乡将开满梅花及樱花 不妨到新宜乡来趟赏花之旅 顺道感受流离光之桥 玄至凌空的惊悍 享受探山清纳全职的东湖温泉 以及最热情的在地人情味 小碧您一定会爱上这里哦